Hello 各位好 今次將會是一個大清洗 作為一個遊戲的終結 應該是說 看回以往MMO的一些回憶 因為 封匠號事件 令我不會再玩任何Poke MMO的東西 除非他主動邀請我 然後說官方出現了問題再處理 否則我不會再去處理任何 即是不會再去玩任何Poke MMO的遊戲 或者是任何活動那些東西 我就已經不懂得回答 就看回我DC群的一些資料 由第一個開始看 由2019年的萬聖活動 DC的頻道文件 這個是一個攻略或者字頂文件區 記載了一些MMO的時裝 MMO的一些活動 各方面的東西 活動 簡單難度的攻略 這裡都有 之前就是 萬聖節活動 這個就是萬聖節活動的一些攻略 或者是一些心得 這些都是我打的 第二個 就是白金 這是Pokemon白金 MMO的白金 我相信從2018年開始 大家都想玩的一個地區 可惜遲遲都沒有 遲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終於有了 2020年 2020年的1月終於有了 白金出來了 公會照片 公會照片其實算是比較少的 因為公會照片 只有1、2張 因為之後那些都沒有做過 兩封 都感激各位成員上線 這張照片好像是很後期才拍的 制約工廠 制約工廠應該都算是數一數二的心得 這個 我自己打的一些攻略 或者是上網 有一個是自己打的 這些是上網拍別人的網頁 一些合成藥品 那些都有的 然後 這些都是網站的 而這個就是我自己做的 這個Excel表就是我自己做的 包括有什麼果實 用什麼 用什麼 材料 做出來 要多少個鐘 這些全部都是我改的 全部都是我改的 凡巴士 一些藥品的努力值 努力值的藥 或者PP的強化劑 一些活力快 即一些MMO裡面的回復用品 以前就是考慮過 以這個制約來賺錢 可惜 因為MMO交易行的問題 將所有的 所有的貨品全部都拉低 基本上已經沉了 OK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一個賭箱 什麼叫賭箱呢 就是說MMO裡面有一些福袋的禮品 你只要開一個福袋就會獲得以下的道具 這些都是我上網找回來 可以開出來的東西 譬如有一些珍貴的雲長帽 以前很流行說的雲長帽 非常難抽的帽 2019年的南瓜袋 這個就是2019年萬聖節的福袋 會開到什麼呢 包括以下這些 不是這些都是劍盾 拉裙 以前也有過拉裙 但是開了開之後就沒有用到 開了開之後就沒有用到 OK 那麼MMO的資訊就是這麼多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你想要這些是屬於比較高端一點的東西 因為你未必會接觸到 未必會接觸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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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果如果你農夫的話也有用 OK 對了 那麼MMO的文件其實就只有這麼多 因為以前我就不是我開DC群 這個DC群不是我開的 這個DC群是有一位叫Richard Richard的 Richard的會員就開 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 沒有記錯好像是 那就是綠蛋閃的那一位 綠蛋閃的那一位 但是近來都沒有看到 可能都比較忙 而且沒有玩MMO 沒有玩MMO 所以就沒有出現 但是都不要緊 因為都...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那麼MMO這件事 可以說是挺大的影響 因為我本身一直都覺得 MMO其實是很好玩的遊戲 真的不輸蝕這個劍盾 不輸蝕這個劍盾 但是無可奈何營運差的話 你什麼遊戲都會死的 你遊戲狼多好 遊戲狼多好 多好玩 多少人玩 你的營運差你什麼都會死的 就算你遊戲狼好或差 你的營運... 只要你的營運一差 你遊戲狼好壞 你都會死的 尤其是遊戲狼更加更加 遊戲狼都已經不是好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MMO 跟大家回顧一下 之後我就會封禁它 就會... 丟到這個... 丟到這個廢棄空間裡 讓它成為這個回憶 OK 今集的... 回顧就來到這裡 這個MMO 可以說是在... 我這個... Youtube 或者是跟大家的一個... 工會 就是HKMK工會 有一個終結在這裡 MMO已經沒有HKMK了 因為會長已經死了 很多人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